武汉肺炎病毒扩及全球 蔡政府忙着防疫 也打乱了出访的布料 传出了上半年的出访计划 都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未见趋缓 而且520就职前 有很多的工作要准备 出访可能要先行暂缓了 不过外交部说 近期没有任何总统出访的规划 但副总统当省人赖清德 可以充当总统的分身 虽然是以个人的身份访美 但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 跟美国总统川普 副总统彭斯同场 还前往白宫国安会与官员会谈 也写下了台美断交以来 拜会白宫国安会的最高层级记录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防疫市场作战 蔡总统前往国家卫生指挥中心 关心疫情监测情形 也慰问大家辛劳 因为有各位的付出 我们的疫情才可以有效的控制 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 真的辛苦 政府动起来全面防堵疫情扩散 也因为如此 传出原定上半年出访友邦的计划 恐怕要再往后延 加上520就职典礼事前许多的准备工作 压缩出访先前人员的前置作业时间 并考量全球疫情的蔓延 跟民众观感出访先暂缓 总统盲防疫外交工作交给准副总统赖清德 以个人身份出席美国华府国家祈祷早餐会 跟川普同场 赖清德还在白宫国安会跟官员会谈70分钟 写下台美断交以来拜会的最高层级记录 以准副总统的身份到了华府 对于台美关系确实是有重要的意义 那也为了未来台美之间怎么样去旅行 美国国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精神去铺路 防美期间跟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 一同出席国际宗教自由援桌会议 也见了不少议员 肩负未来总统防美的规划跟沟通任务 赖清德准副总统身份的灰色模糊地带 逐步突破造访华府的经济 准副总统他到了华府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只是可能蔡总统在今年能不能到华府 我觉得看起来可能还没有走得这么快 那除非台湾在台美关系下付出一些重大的宣誓 更有前美方官员希望蔡总统跟川普在华府会面 赖清德低调防美美方开绿灯规格提升 为台美关系增添更多进一步空间 记得有萧品华为财台北报道